当红明星演技大PK,赵丽颖李沁扬密深入人心,张艺山成影帝,如今的娱乐圈中明星演员一大堆,但是会演戏的还真是没有多少,除了老戏古之后外,这些当红的明星,也有演技炸裂的时刻,今天就来看一下,都有谁的演技打动了你呢? 楚桥传作为七月份最火的一部电视剧,李沁在剧中的哭戏让人惊艳,尤其是在艳巡叛乱之后,黑化之后的李沁演技真是炸裂,终于打破不了捧不红的李沁的谣言。 蒋新是个名副其实的演技派,从《甄嬛传》霸戏娘娘,《大欢乐颂》中的樊盛美,蒋新用演技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外科风云虽然收到了百百合的出轨影响,但李嘉航在剧中的表现,让观众耳目一新,而李嘉航也从一个谐星成功地标上了演技派的称号。 张艺山的演技大家都有目共睹,无论是《云醉》还是《秋水》都被张艺山演绎得十分好,不愧是《八零后》中的影帝,赵又廷凭借着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叶怀一角火遍了大江南北,赵又廷的演技大家有目共睹,就连前段时间,一直被网友所吐槽的深夜食堂。 赵又廷用了自己的演技成功地撑起了这部剧的口碑。 赵丽颖在《楚桥传》中的精彩演技大家有目共睹,虽然《楚桥传》烂尾了,但一点也不影响赵丽在观众心中的喜爱程度。 更有网友表示,赵丽颖之后再无《楚桥》,第二部不少赵丽颖就要器具。 杨幂在《三生三世》中,一人分是两脚,前女虽然就几个镜头但是很出彩,表现力确实不错,杨幂的可塑性很强。 热巴的演技你觉得怎么样呢?身为一个明星要想走得更远,就要不断地提升自己,毕竟网友的眼光是雪亮的。